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Luna轩云 女方两年前就被扒出来过 那时候微博还叫做Luna轩 外形不错 算得上是有颜 有身材 就是比较网红链 每隔一段时间 PO出来的照片 都让人认不出来 她曾经PO过自己 大一的时候的照片 据说是94年的 比潘卫博小13岁 这次结婚呢 潘卫博也算是 罕见的放出了 一家人的合影了 宣布结婚之后呢 周杰伦在信屈瓜 发了个walk 再送上两个烟花筒 以表达朋友的祝贺 吴欣也来了 说幸福快乐 真好真好 被顶上热评第一 全凭着网友们 对于曾经 吴伟雄CP的惋惜 就在明星朋友们的 一片祝福 网友感叹 爷爷的青春结束了的时候 突然天降一道闪电 划破了雁空 击碎了粉红泡泡 把藏在背后的打瓜 一把给挖了出来 谁呢 娱乐圈巨简委 王思聪 他文讯而来 扫荡玩微博 便随手发了个朋友圈 短短几十字 留给网友无限的遐想 我服了 艾米姐还是厉害 身边两名大将 一位嫁给天王 郭富城 一位嫁给潘伟博 太有实力了 一番操作 把潘伟博的结婚瓜 升级成网红圈 那些不为人知的蜜瓜 多余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王思聪所说的艾米姐是谁呢 今天微博上面传出 艾米姐是台湾娱乐圈 经纪人 吴亦凤 名名也叫做艾米 曾经带过众多艺人 有林心如 贾经文 素来由宝岛新妈之称 比杨天真都厉害 现在事业转向内地了 再带徐正熙荷兰盈盈 她早几年还撕过贾经文 说贾经文爱撒谎 升她最深 蓝人一度从合作关系 成为了后来的不相往来 只不过网友弄错了 此经纪人艾米不是比艾米 宝岛新妈 亚二哥就和顾富城的老婆 以及潘伟博的老婆没关系 那王思聪口中的艾米姐 到底是谁呢 是下途中圈出来这位 她的微博名叫做 都来艾米55 以前叫做艾米曼玉 今天被网友扒出来之后 已经把微博都删了 连头像都换了 只不过这位姐删的再快 还是抵不过网络的速度 那艾米姐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她的微博介绍说 是什么公司的艺人总监 虽然网友跑去可以看 也没看到推出什么艺人 但这年头啊 总监什么呢 你听听就得了啊 虽然工作上咱们搞不懂 艾米姐呢 长相也是平平无奇 但她的生活实际上 却过得相当不错 要远超这个社会90%的人 微博上面打卡地址 多是三亚 酒店 澳门 上海 香港 而且经常参加很多派对 身边总有一群美女 其中就有郭富城的老婆方圆 她微博的老婆Luna 2012年的时候 方圆就叫她 我最爱的艾米姐 艾米还祝方圆生日快乐 别看上途当中不太像方圆 早些的方圆就是如此的 做过模特 走日系风格 注册过美空 还拍过一些性感写真 多是画着很夸张的眼妆 2012年7月份 方圆在香港特殊写真集之后 就隐退模特圈了 之后去哪里不知道 但是2013年再次出现在艾米的圈子的时候 就发变样了 2013年的7月份 艾米姐又开始了聚会 说爱你们所有人哦 今天很开心 你们一直都在 放大图片瞧一瞧 可不就是艾米姐和郭富城的老婆方圆吗 之后的2015年 郭富城就公开了恋情 这样开车要慢一点 表情看起来是粉红泡泡满天飞 但私下里却被网友们爆料 方圆和郭富城在一起之后 把以前微信里面认识的男的都删了 一把洛阳铲出 还挖出了方圆改国资料 还最早写的是87年 后来改成了88年 安徽人改成上海人 所以在郭富城公开恋情之后 王思聪就说了一句 还是港台明星号忽悠啊 其实大可不必 背景都是半斤对八两嘛 所以如今 天王郭富城和方圆在一起 也总算是合适的脚 找到了合适的鞋子 方圆退出艾米姐的圈子之后 按王思聪所说的 艾米姐就剩下一员大将了 Luna 看看艾米姐的微博 她确确实实带着Luna 参加了不少聚会 不知道是过生日还是庆祝什么 跨年了 烤热红酒搞起来 过生日了 去上海聚聚呀 总之在艾米姐的微博里 留下了相当多她和Luna的生意 每次都扫描大餐 红酒 气球 男男或女女 仿佛一天365天天天都在开party 而且艾米姐还每次都站在C位 时间一晃而过 到了215年了 出来了一件比较轰动的事 就是王思聪记着生日的名头 在三亚搞了一个生日帕 堪比是海庭盛宴 说这块之前先介绍一下海庭盛宴 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不知道由来 最早海庭盛宴是海南三亚举办的 高端生活方式交流展 2010年就开始办了 一开始的画风还是这样朴素的 虽然透露着土气 但牛也是牛 60多艘世界知名游艇齐聚三亚 此外还有世界7大公武机品牌 齐聚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敬险奢华 只不过后来这个高端生活交流展 就慢慢变味了 到了2013年 王思聪公然调侃海庭盛宴是爆发户 和黑木耳的欢聚 那一年大小S的老公 杨子 徐征 张亮颖 贾乃亮 孙兴等人 都被牵涉到其中 急得各路明星赶紧成亲 到了2015年明星们是不改参加了 风气更不行了 其中一个海庭盛宴的女主孙靖 直接被抓了 被爆三天赚60万 要是这样 海庭盛宴依然在继续 就连王思聪自己嘲笑过的海庭盛宴 她自己也举办了类似的生日趴 而如艾米姐这样喜欢参加聚会的 当然也要参加了 泼出来的照片里 竟是度假的欢乐 以及各种的灯红酒绿 烟花璀璨 其中正有艾米姐和王思聪 露娜的合照 也就是说 王思聪是认识潘伟伯的老婆的 说不定比潘伟伯更早认识呢 包括大河营里 也有王思聪 露娜 艾米姐的身影 在其他的地方 也能够找到当时 对王思聪生日趴的记录 呦 依然是少不了 露娜和艾米姐 下图中除了露娜 另外也是艾米的好姐妹 虽然不太懂 为什么很多网红 或者艾米姐这样的 有朋友圈不用 总是要把一切的一切 都po在微博上 但确实 也为吃瓜群众提供了便利 除开艾米姐微博上 直观的图之外 坊间有关露娜的传闻也很多 2015年 露娜参加完王思聪的生日趴 之后还被网友 爆出了这样的料 其中还提到了李晨的名字 另一个韩帅 似乎是潘伟博的朋友 这个李晨可能是主持人李晨 而在有关的爆料里 还有FCNCBL名字的缩写 有个人是直接点出了名字 说露娜帮贺君祥找过女朋友 可以说是男明星的收割机 露娜的圈子还不小呢 她和网红争大意也比较熟 好 了解了露娜的信息之后 现在就开始轮到潘伟博上场了 说潘伟博和露娜的感情线之前 还要再加入到一个女生 杨复语 某富商千金 万号叫BB 2010年的时候呢 潘伟博初期杨复语姐姐的婚礼 两个人出现了交集 13年的时候 两个人安逸子上面 就经常会有很多同款出现 我们不妨来看看潘伟博的视频吧 你会发现啊 BB几乎都是全部都有同款 而且两个人佩戴的时间呢 都是差不多的 14年被台湾媒体爆出同居 被趴到进出潘伟博的住所 开潘伟博的豪车 15年 BB也信任潘伟博的小巨蛋演唱会 2016年9月份 周围那边呢 就爆料潘伟博一次恋上了空姐了 不过这个爆料没有透露更多的内容 在Luna的微博里 能够看到2016年8月份的时候 她带出了自己收到了玫瑰花的照片 只不过呢 虽然多方消息传出 潘伟博和Luna可能只是玩玩而已 当初爆出情侣同怀的时候 潘伟博也没有承认恋情 但到了2019年的1月份 潘伟博的爸爸还是在课堂上 爆料儿子要结婚了 南方工作室依然嘴硬 说没有人愿意嫁给潘伟博 当时就迫不及待的承认了 想想这一次的公开婚室 也算是随了女方的心愿 最后再来一个意想不到的 当年方圆刚被顾富城承认的时候 有媒体街道爆料说 方圆跟潘伟博交往过 之后被媒体问到的时候 潘伟博又靠着装傻给混过去了 后来澄清没有和方圆交往过 只是朋友 多年前呢 开店的时候通过朋友认识的 这就是今天大瓜的唯一精髓啦 娱乐是个圈啦 捋一捋这几个人的关系吧 艾米认识王思聪 王思聪又通过艾米认识了Luna Luna和方圆是好姐妹 方圆和郭富城结了婚 而方圆之前又认识潘伟博 潘伟博现在又和Luna结了婚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 看到郭富城和潘伟博 同时带着老婆参加综艺或者活动呢 若有一天他们真碰面了 那大概会相当的精彩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